泰国的北流府位于曼谷东边是中部地区一块重要的农业物生产基地 因为有河水的灌溉又被称为叉春烧府 亦为大运河 现在北流政府正在大力开发旅游发展项目 开发更多旅游景点 大力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来看报道 众多媒体以及旅游行业相关的泰国商家受到了北流府旅游局局长的热情邀请 此次活动举办方带随行媒体和旅游行业商家一行到了很多北流府的旅游景点 首先来到了第一站冲坡塔兰寺 据了解 该寺庙是模仿了在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祖诞生成道涅槃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座佛谷舍利塔 吸引着无数善男信女们前来参拜 随后举办方还带我们一行到了北流府的很多著名寺庙 如建筑风格独特 环境安静舒服的通坛寺庙 通坛寺庙十分素雅 又有古典的感觉 还有泰国唯一一个金黄色佛殿 庄严而肃立的河口寺庙 该寺庙傍海而建 最后是金额寺庙 这里拥有世界唯一一个海上佛谷舍利塔 而寺庙内的壁画也是栩栩如生 工艺精湛 讲述了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佛祖的故事 不得不提的还有北流府的著名水商市场邦靠 这里是外国游客体验水上市集生活的积散地 在河岸两旁多为美食 服饰 民宿与传家 非常热闹 本台记者 北流府报道 优优独播出拉古可以用上台队被抑制